那怎么是神圣的地方呢 师哉师哉 童子之命也 所以我们教育工作者 不能不读经 老祖先把师道 把教育都 诠释在经典当中 可是我们很遗憾 我们中华民主的儿女 不读老祖宗圣贤的教诲 我们都是教育界的同道 五千年来最精辟的一篇教育哲学 叫礼记学记 诸位同道您学过的请举手 这一篇礼记学记 记载着您现在最熟悉的教育理论 那是我们祖先在几千年前 就写在经典里 可是我们祖先觉得这些真理 大家都能够去领会的 他没有说 这个真理是我发现的 可是现在很多的学者都说 是我发明的 他还要申请版权 版权所有 盗版必就 告诉大家 我们的经典传了五千年 你看过哪一本说 版权所有 盗版必就 有没有 那假如老子说版权 他的后代就赚翻了 是不是 你看传了几千年 老子畅销书 看老子的人很多 我们的祖先在礼记学记讲 净于未发 一个孩子还没有这些坏习惯 你就禁止他了 你就不让他养成这个坏习惯 只为玉 所以玉防法是谁发明的 是中华民主的祖先发明的 不是哪一个教育家发明的 可是我们现在 上师民主自信心 其他欧美外国的月亮 比较圆 这些都是我们老祖宗教的 而我印象当中 我记得我在念 一个教育的理论的时候 他那个理论是这么来的 拿狗做实验 拿猫做实验 拿老鼠来做实验 我看一下表 有时候讲课会忘了时间 3点45分 到4点15分 这个教育理论是这么来的 他拿狗做实验 拿猫做实验 拿老鼠做实验 得出来的结果 拿来教人 有没有道理 我们这样的事情 已经几十年了 这些课本都在师范大学里面教 所以这一个时代的人 为什么现在家庭 社会有这么多的问题 为什么吃这么多的苦 一句话就讲透了 叫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这个社会乱乱在哪 西方不相信 宗教 圣经的教育了 东方为什么吃这么多苦 不相信 古圣先贤 老祖宗几千年的 教诲了 问题出在这里 我们要冷静 今天你拿狗猫老鼠的实验 做出来的结果 拿来教人 请问会把人教成什么 教成什么 他的目标定在狗跟猫跟老鼠 是不是 会教成什么 大家要面对现实 会教成什么 狗是吧 告诉大家 教成狗算不错 你的目标是狗 你一不小心就什么 狗都不如 你今天定分数定一百分 请问你会考几分 你一不小心 可能就九十八九十五 是啊 大家有没有发现 现在的下一代 只有自我 只有自己的欲望 可能他要满足欲望 花他父母的血汗钱 他一点都不疼 结果已经呈现了 就是在这二三十年当中 教育的思想观念是错误的 我们拼命往那个方向走 大家有没有做过心理测验 心理的测验结果 还有评分 然后告诉我们 你的个性很像老虎型的 你的个性很像孔雀型的 很像吴伟雄型的 有没有人做过这样的心理测验 我有做过 你看我们做完 这个测验 我很像孔雀 你看人不读经典 像畜生都可以高兴半天 活到这种份上来了 可悲啊 为什么没有一个心理测验 测验出来的结果说 你一个人格特质 很有谣地的人词 有大顺的孝顺 有闻天祥的气节 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为什么没有这种心理测验 是吧 哇你看这个人测验完 他马上深呼一口气 我这一生要成为圣贤 因为我有圣贤人的特质 所以这个时代啊 该是当老师的人 为人父母的人 为人国家领导的人 该冷静的时候 人生的方向到底怎么走 才是幸福快乐 我们整个文化当中 历代家庭里面都供一个牌位 叫天地君亲师 这一个牌位树立在每一个家族的主堂上 代表这五个身份 对于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大恩 大德 值得遵从啊 天地化育万物 我们这些生命都是天地的成就 所以古人只要有好的收成 感谢天地啊 甚至连河川 他都感谢 知恩报恩 所以中国人讲济世 华人讲济世 他的根本精神 在不忘本啊 他不是迷信啊 而一个国家领导者 他有智慧 全民受益啊 我们看姚舜 把国家带向了大同之志 两千多年之后 孔子非常向往姚舜 那个时候的社会状况 那是君带领的好啊 所以一个单位的领导者 他假如懂得道德 他整个团体里的人都受益啊 在河南有一个领导者 他是一个国家单位的领导者 他还没有到这个单位的时候 这个单位的离婚率非常非常的高 这比例啊 都快超过一半了 他来了以后 他夫妻很和乐 常常又把当丈夫的情谊恩义 应该怎么去做 当妻子的怎么样相夫教子 给他的同仁分享 他的太太常常还煮热腾腾的 好吃的东西 拿到单位去请大家吃 他夫妻做出了榜样 从他到那个单位以后 他那个单位没有再有一个同仁离婚 你说这领导者 基因德啊 他把这个道理表演出来了 教育出来了 他的员工的家庭 通通通通通通都稳定下来 他这些员工的家庭的老父母 祖先感谢他这个领导者啊 所以现在我们很多华小啊 都是企业家支持的 这些企业家支持教育啊 这个功德很大 再来啊 再来啊 这些企业家 假如在教育好他的员工啊 这个是社会稳定的动力 而且呢 企业家重视伦理道德 可以带动全社会 请问大家 你现在到书籍去啊 十个成功人物啊 哪一个角色占八分九分 八成九成 我们去买那个成功传记啊 成功人士传记 十个成功人士 企业家占几个 你们都没有去书局哦 我告诉大家 占七个八个都有 有没有道理 请问大家 提到台湾的成功人士 你们会想到谁 你们这么不关心我们台湾哦 王永庆啊 是不是 台积电的董事长啊 都是这些成功人物啊 畅销书呢 所以老祖宗 五千年前就看到 五千年后 企业家会带动整个社会风气哦 所以大家看这个企业家的气怎么写 这个气哦 是人什么 子于至善啊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清明 在子于至善 所以 企业家就是呢 人子于至善 业带动整个社会良善的风气 善业 家 把企业当家一样啊 把所有的员工都当做自己的亲人 尤其 我们民族五千年啊 现在遇到了文化沉传 断根的危机出现 为什么 因为以前的家 都是透过家族传下来 结果现在啊 没有家族啊 现在是什么呢 小家庭啊 夫妻两个 养一个孩子 养两个孩子 请问大家 孝道好不好教 请问大家 兄弟姐妹之间的 剃道好不好教 处世带人 都不好教呢 所以现在这个小家庭啊 教出来的孩子 很多都是 小皇帝啊 皇太后啊 父母都要伺候她了 不高兴她就发脾气了 那以前哪有 以前大家族 一百个人 两百个人住在一起 从小都要给老人 二姑妈 这个 一大堆叫不完的 是吧 他从小就知道 要恭敬长辈了 所以他有一个 家庭的环境去教 我们从小 爷爷奶奶 跟我们住一起 所以我现在很感谢 我爸爸是长子 我爸爸是长子 所以他负责 照顾我爷爷奶奶 我们从小才能学到 如何孝顺爷爷奶奶 所以现在人 不知道什么是福 什么是货啊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啊 一个人 你父母临终前 你能够帮他 一把死一把尿的洗 你得到大福报 我们的父母 帮我们一把死一把尿 两年三年的岁月啊 我们这一生 居然连一把死一把尿 都不肯帮他洗 这样的人生 怎么会有福报 所以我有一个 亲戚 他的孙子当中啊 就两个呢 特别会去照顾 这个老奶奶 哇 就帮他端茶倒水啊 任何猜浅 赶紧去跟老奶奶 侍奉 结果他所有的孙子当中呢 就这两个 最有福报 所以人世间的福报 都没有偶然的 人的福报呢 有三种 大分三种 恩田 悲田 敬田 恩 报父母恩 报父母恩 报祖宗恩 甚至于是 你的人生态度 受人滴水之恩 都用全相包 这个人绝对有后福 其实人同死心 心同死理 一个人 滴水之恩 都用全相报 你当领导 不栽培这样的人 不可能的啦 所以这样的人 走到哪里 一定遇到很多贵人 没有 没有意外的 现在领导者 多想有栽培 那个真的是 效忠 报恩的人 这样的人 最值得信任 栽培都来不及了 所以今天 我们希望 我们的孩子 但是人生遇到贵人 他要有遇到贵人的人格特质啦 他没有那个特质 又很傲慢 贵人通通被他弃走了啦 好 恩田 悲田 悲敏他人 爱护他人 有爱心 这个人有福报 量大 福就大 敬田 对人恭敬 对所负责的事情恭敬 对一切的物品恭敬爱惜 不招他食物 不招他物品 这样的人有福报 所以大家注意哦 我们现在 这一代很有福报哦 很可能你的奶奶很节俭哦 你的爷爷很节俭哦 可能你小时候看到奶奶很节俭 还说哎呦 怎么节俭成这样 你的福报是他积来的呢 我小时候看我奶奶用一张卫生纸 用三次用四次 我在那里说 干嘛那么神 赚钱就是要花的嘛 有没有道理 这句话很没道理 赚钱就是要花的嘛 没道理 为什么 第一个 赚钱首先要先报恩 报父母恩 报曾经对你有恩的人 第二 取之社会 用之社会 哪有说赚来的 就是全部是我的 我通通把它花光 现在人类思想错误了 把整个大自然的资源 都破坏到不能住了 所以这些观念 我们要从小给孩子 爱护他人 还有恭敬 还有这个节俭 好 那刚刚 跟大家有提到 我们老祖先对教育 他有五千年的智慧 五千年的经验 五千年的方法 五千年的效果 我们看清朝 曾国藩先生 林哲徐先生 那都是完人 那就离我们 这么近的圣贤 都是栽培出来的 都是用我们五千年的智慧 栽培出来的 所以 只要我们肯沉船 代代都可以出圣贤 而我们现在冷静看 读书 自在 哪里呢 目标是哪里呢 请问大家 大家教育孩子 读书 他的目标在哪 我当时候到学校去应聘 当小学老师 我们台湾要应聘 要鄙视 要口试 还要试教 我记得我当时候 到澳洲学习完 再回台湾 要重新考老师 结果我去考试 三个校长坐在那里 中间那个是主考官 他影响最大 他就问我 你有什么才艺啊 可以代表学校出去比赛啊 我说 没有 他说你以前 有没有得过什么奖状啊 我才教书两三年 没有 你有没有 这个 当过什么行政工作 行政任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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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班主任哪有行政 没有 他问了好几个 我都说没有 后来我出来说完蛋了 可能没考上了 我就背取了 没考上 背取 这个校长都没有问我一句话 这个校长都没有问我一句话 啊你有没有爱心啊 是吧 当老师就是要去得奖状的吗 当老师最重要是教好孩子啊 什么校长在审核这个职员的时候 到底什么是根本 什么是字幕 搞不清楚了 那请问我们教学生 教孩子 什么是根本 什么是字幕 我们想清楚没有 所以 我当时候写的报告啊 我说我很感叹啊 古人说 读书自在胜贤 可是现在的状况啊 读书自在赚钱 这个心生 这个不明白啊 不是我去当老师的时候 而是我在小时候 七岁八岁啊 十来岁的时候 我听到大人在讲 哦 隔壁村 隔壁巷子那个阿明 当医生 一个月十五万耶 羡不羡慕 讲这个话的人 要被因果责任 为什么 整个社会的价值观 被他给误导了 请问大家 你假如是长者 你的一个晚辈 考上医学院 请问你要跟他说什么 你以后目标 一个月要赚二十万 三十万 你要立定目标 医生是救人的命 什么是医道 传道授业解惑 什么是道 仁爱兴是道啊 以前的医生 除夕夜啊 半夜三更 人家家里有病人 除夕夜 那个北方下着大雪啊 披着大衣啊 在风雨 在大雪中 去给人家治病 所以才赢得人家的尊重 诸位长辈 以后你的晚辈 要到学校去教书 你要怎么跟他讲 我真的遇到长辈 知道我考上老师 第一句话 他现在一个月薪水多少 你不叮咛他 那三十五个孩子 都是他父母的心上肉啊 都是国家未来的栋梁啊 你要对得起他的父母 你要对得起政府 对你的信任 要把孩子教好 最重要教会做人 你这一段话 不就让一个年轻人 踏入教育界 有非常正确的目标 他懂得他的责任是什么 所以坦白讲啊 我们现在任何一个人 都不能抱怨社会 为什么 整个社会的风气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 观念造成的 我们只要错误了 我们都在给这个社会 往下拽啊 让它堕落下去了 好 好 诸位朋友 大家有没有听过 半部论语至天下 听过吧 那是考试的时候写得出来 请问大家深入论语没有 这一部书半部可以至天下 我们不读呢 请问大家每天读什么 你看哦 半部论语至天下 对我们来讲 它只是一个知识而已 它有没有成为我们人生的智慧呢 所以半部论语至天下 是告诉我们 赶快去看论语 我告诉大家 不只半部论语至天下 一句论语至天下 哇 有感应哦 你看 冥冥当中哦 你看我这句话出来 它就噔噔噔 这句话待会儿 这句话要注意听哦 我曾经有一次啊 在我们大马 刚好讲到笑道 我说啊 不笑之人 天打雷批 我话一讲完 就打雷批 所以这个万类相感 以尘以终 所有天地万物 它是互相感应的 这么多的 各位朋友 这一句话 我们没有真的去做 它还是知识 还是不可能利益我们人生 但你真正去做 你只要去做 符合伦理道德的事 你就真正相信 天地万物 动物植物 矿物 全部都有感应 我给大家讲一个实例 我们在安徽 地址归如江汤匙 在那里三年 跟大众交流 地址归传统文化 我们在座好多老朋友 校长 我们冯校长 陈校长 他们都去过如江 他们就看到 我们的菜园 有一条 是专门给虫吃的 请问 虫有没有感觉 虫能不能沟通 虫都可以沟通 人能不能沟通 我们怎么觉得人很难沟通 要沉 要中 就好沟通 好 我们跟它沟通 你就来吃这个 尽量吃 这些虫就来这里吃 旁边几乎没有吃 还是会有一些小洞 为什么还有呢 那个是新来的虫 它不懂规矩 然后呢 这个本来的旧虫就说 过来过来 别丢我们虫的脸 我们的大楼里面 有很多鸟 在大楼里做巢 突然有一天 我问我们的同仁 奇怪 这么多鸟住在楼上 为什么地上没有一堆鸟屎 他们说 可能这个鸟有家教 这个鸟妈妈告诉鸟孩子 人家这么欢迎我们住 可不要杀野 要大便出去外面大 我们整个中心啊 有一个部门 特别相信天地万物 都是有感觉 都是有感情的 哪一个部门呢 农业部 因为农业部有29亩田 每一次种花生 种玉米 那个面积非常大 用人去浇水 非常困难 几乎没办法 面积太大了 可是每一次要 大面积的种植玉米啊 种植花生 没有一次不下雨 只要种了就下雨 哪有那么巧的事啊 为什么老天爷这么帮忙 因为恢复传统农耕 是旧下一代啊 不然下一代都没田可以种啊 下一代都是吃农药 要吃化肥出来的 上天有好生之德啊 他看这一堆人 是为了恢复传统 有良心的农耕 赶快鼓励他 下雨 下雨 是吧 天地万物都是有感情的 我们人类啊 因为都以自我为中心啊 看不清楚事情 好 而刚刚 跟大家讲到呢 学习的目标 应该自在圣贤 读书自在圣贤 而我们看 他整个 求学的过程当中 他的根本动力在哪里 我们现在觉得 学生学习很被动哦 不积极哦 因为我们没有给他 根本的动力 根本动力在责任感 首先对家庭 他有孝道 他有责任感 他知道啊 得有上 宜清修 他不能给父母丢脸 他知道 亲所好 力未聚 让父母安心 让父母感到荣耀 这是他根本的动力 他从对家庭 对父母的这个动力 延伸开来 对团体的忠心 对国家的责任心 现在的孩子 您有没有遇过大学生 他说我读书 就是为了复兴民族 就是为了报国家的恩 来 你有遇过这样的大学生 请举手 那他人生的动力在哪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没有经典的指引 我们全部都不知道 人生的价值是什么 都很迷茫 所以刚刚跟大家讲 半步论语治天下 一句论语定天下 因为论语都指引我们 走向圣检的人生 刚刚跟大家分析到 身体现在很严重 心理很严重 再来 家庭离婚率非常大 非常严重 还有婆媳不合 兄弟不合 这些种种家庭的冲突 都摆出来了 我们现在打开报纸 兄弟 争吵 杀害 告上法庭 争财产 现在连父子都不安领了 有没有 这是家庭的问题 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的学问 就是如何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可是现在问题是 身心 家庭 社会 种种问题 这个时候再不回来 找老祖宗 就没路可以走了 结果居然是谁帮我们找路呢 英国汤恩比教授 英国人帮我们找路 我们看不懂自己祖宗的智慧 汤恩比教授说 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 唯有 大家听好 唯一 唯有 他是整个在国际间 受推崇的历史哲学家 汤恩比教授 唯有 孔孟学说 跟大臣佛法 就是我们中华文化 诸位朋友 你听过这一句话的请举手 唯有 孔孟学说跟大臣佛法 都听过 好 请换一下 你们听过的人 还要再记住一句话 孔子说 不知命 我以为君子 每一个人要知道 你这一生的使命是什么 你来干什么的 你听到这句话 你就知道你这一生要干什么了 也知道你当时候 从天上掉下来 是什么原因 解决21世纪 靠中华文化 我们是中华儿女 我们来干什么的 来救这个世间的 哈喽 你是中华民族的儿女 你懂中华文化 然后这个世界乱成这样 你说 不干我的事 这叫见死不救 见义不为 无永也 你晚上会被孔老胡子给你 敲脑袋 要见义勇为 这样你的人生就没有白来 我刚刚分析了家庭 社会 商业里面诈骗这么多 医生 现在很多地方说叫白狼 他看病人的时候 他要想着 我的业绩还可以再增加多少 当然有很多好医生 可是这样的现象在医生界出现 要让多少的人恐慌 因为 各行各业 不知道什么叫道 所以老师为什么重要 我们教出来的学生 有各行各业 他的道是从我们这里传下去的 当老师 现在有一些地区 老师在比开的车子有多贵 有一次我看到三个幼儿园老师 跑到我面前就跪下来了 我也陪他们一起跪 我说有话慢慢讲 他说蔡老师 你要救救孩子 因为这些孩子 现在老师们都收礼物 没有送礼物的那些孩子就被忍弱 其实不是孩子要救 不只孩子要救 谁更要救 收礼物的老师 为什么 他以后的去处是十九层地狱 你们都没看懂最可怜的人 不是小孩 是老师造的罪业太重了 所以其实这些道理你一明白 你不会再指责任何做错事的人 为什么 他没有学过啊 你要包容他 你要帮助他 人不学不知道啊 所以现在整个社会国家 各行各业出问题了 警察出问题了 政治人物 选上了 哎呀我要把我的本钱捞回来啊 他把政治不是去爱民 也当商业一样 为什么 都把追求利益摆在他人生的目的 怎么可能各行各业没有乱象呢 这个在两千多年前 孟子就告诉我们了 上下交真利啊 一个家庭上下 一个团体上下 都把追求利摆在第一位 则国为宜啊 国家危险啊 则家为宜啊 家危险啊 为什么 连儿子都跟父母要财产了 怎么会不危险 这就是我们把目标定错了 不是在他成圣成贤的道德 而是在追求利益上 这个一错 哇 整个方向就错了 好 我们刚刚所有 个人 家庭 社会 各行各业的问题 看起来很复杂 从现象上看非常复杂 可是从根本上看 一点都不复杂 什么出问题 人心 包含 为什么现在的水灾 火灾 风灾 灾祸这么多 人心出问题 哇 很多人会说 哇 那水灾跟人心有什么关系 要听老祖宗的话 老祖宗在书经里面说 做善将之百祥 做不善将之百祥 义经也告诉我们 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 必有余秧 现在三五十年来的人类 都自私自利 哪有现在大自然 没有这些灾祸的道理 这个都不是偶然的 哇 那很多人就说 那学科学的 科学求真 宗教求善 艺术求美 而近代的科学家 有一个突破性的发现 说他们四百年来 走错了路 把心理跟物理分开来研究 心理是心理 物理是物理 一点关系都没有 结果现在近代 量子力学家 发现什么呢 他把物质啊 从电子一直分分分 分到一百亿分之一 分到什么 叫微中子 最后呢 这个最小的单位的东西 不能再分了 最后发现什么 发现它是 意念所产生的一个像 所以人心的意念 产生的物质现象 这是近代最尖端的 近代物理学家 量子力学家发现的 物质的基础是什么 意念啊 所以老祖宗说 人心善风调雨顺 人心恶灾祸不断 是真理 所以诸位太太 回去炒菜的时候 要用爱心来炒 那个物质跟你的心事 相应的 你假如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那一顿吃下去 有人会读 会读到昏倒 所以意念 这个科学家研究出来 日本江本胜博士的水实验 它的善念 水的洁净都非常漂亮 所以诸位同道们 我们怎么利益家庭 利益社会 首先让我们的念头 纯净纯善 不要再起恶念 就是对世界 对家庭最大的贡献 真善美 善 宗教求善 得要深入经典 我们才明理 才能把善做出来 得要有责任 每一个宗教徒 要把经典演出来 美 美的东西是什么 人让人内心 道德提升 这才叫美 这叫一风一俗 就是靠音乐 靠美术 可是我们现在的美 变成色情 是不是 衣服穿得越来越少 怎么是美 那让每个男人 都不知道头往哪里摆 还美 所以都偏得很厉害 大家注意去看 像我们五千年来留下来的那些艺术作品 看了都让人心旷神怡 歌曲唱的都是这些 轮常啊 孝道的歌曲 现在的歌曲 咪咪之音这么多 怎么是美 所以都要会判断 当父母当老师都要会判断 才能真正是天地 君 亲 师 而我们今天人心 是根本问题 为什么 因为现在人心被两个字 紧紧的包住 叫利欲 利欲 熏心 所有的考虑动机 离不开这两个字 他哪有身体不出毛病的道理 他哪有家庭不冲突的道理 大家找所有原因 离不开这两个字 刚刚所讲 社会的一切乱象 身体的乱象 家庭的乱象 各行各业的乱象 根源就是人 这两个字 不复杂 所以孔子说 君子欲于义 小人欲于利 君子非常明白 他这一生人生 阴静的道义是什么 家庭的道义 国家的道义 团体的道义 甚至于是 他在教育界 他的道义是什么 复兴 师道 他很明白 小人只是想着 我能获得什么利益 自私自利 甚至于是什么 伤害别人 触犯国法来获取利益 那我们体会 请问我们现在在教君子 还是教小人 小人不是犯法的人 那会把父母气死的人 没有犯法 诸位老师 我们要教君子 还是教小人 是啊 我们现在到底在教君子 还是小人 孔老夫子一句话 把所有社会的问题 完全解答完了 人只要有道义 天下太平 所有的问题都化解了 不复杂 人只要没有道义 就是利益 遇事深渊 越来越严重 根本止不了 像洪水泛滥 挡都挡不住 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想起林哲徐先生说的 苟立国家生死已 岂应或福必去之 林哲徐先生当时候到广东要去净鸦片 多少人要杀他 他义无反顾 他要救中华民主 他去到广州净鸦片 你想有多少人要杀他 你敢不敢去 这里有没有林哲徐林公的后代 哦有 来我们掌声感恩这个林公的后代 我告诉大家林公的祖宗是谁 是笔竿啊 是商朝的笔竿啊 劝商作王劝到新挖出来的啊 大宗啊 他的后代林哲徐先生啊 历代都是大宗啊 沉船家道啊 狗立国家生死已 现在世界 民族 社会 都有问题 岂应祸福必去之 有祸都要往前冲 冲不冲 又不会死 你们都不冲 人家久死一生都冲耶 那我们都不孝华这些圣贤人 我们不能说我们是中华儿女的 我们不能说我们是中华儿女的 最后还是把刚刚有一个故事讲完 刚刚跟大家讲有一个校长 本来他们一二年起是教英文 后来他看到呢 他们学校有三个班 孩子特别有规矩 成绩也一直在往上 那三个老师啊 就是跟那个 教务主任四个人合在一起 一起每个礼拜一起学习传统文化 学习地质规 在他三个班开始落实 最后这个女校长一看 哇这三个班完全不一样 占有占相又有礼貌 一深入了解就是教地质规 所以这个教长说 英文可以慢一点教 全校都要学地质规 结果这个女校长做了以后啊 她的先生在报纸上看到有教授批评地质规 她的先生就给这个女校长讲 哎呦你要注意哦 有人批评地质规哦 你假如不注意你继续推哦 说不定哦 你这个乌纱帽哦 这校长当不成哦 结果她说啊 她有她的看法 我有我的责任 我们附近啊 有一所初衷 每一次放好几天假 寒假暑假 过后一大堆初衷的女孩子都去堕胎 我不希望我的学生以后走的是这样的路 为人父母者 为人老师者 她的伟大 她的慈爱在哪 都是以孩子一生的幸福 为目的来教育孩子 所以当下她就讲了 我是看了要给孩子一生的幸福 她假如连初衷就开始堕胎了 她何来幸福啊 她话讲完 她的丈夫啊 她眼睛瞪得很大 看着她 说我觉得你很适合做国家领导人 国家领导人就还有这个救民族 救下一代的这种使命感 好 那最后呢 这个我们今天呢 跟大家一起分享师道 其实 我是跟大家用讲的分享 做得最好的 其实我们现场 这些教育学的长辈 他们真正做到师道 像我们陈京元校长 陈校长退休这么多年 退而不休 比在第一线的老师 更努力 更奋斗 积极地把整个地址规 中华文化在我们新加坡推广开来 还有我们冯焕豪校长 这个都是我非常尊重的教育界前辈 这个都是他们是真正把师道 演给我们看 一辈子作育英才 到退完休之后 比退休前更努力 更积极 包含我们看到 我们南洋华晓的前王校长 还有我们中校长 他们都是我们知识分子的榜样 这么有使命感 作育英才 我们在这里也表示对他们的崇敬 那我今天就跟大家先交流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谢谢蔡老师 90分钟精彩的演讲 谢谢 我们有请校长上台颁发纪念品给蔡老师 我们有就是冯院长撰题的 由11岁学生 轻手挥笔的书法作品 要呈现给蔡老师 谢谢 写的是传道立德 11岁的周运婷 小妹妹 小妹妹 亲手挥笔 要献给蔡老师的 感谢蔡老师呢 在百忙中 抽出时间 来新加坡为我们授课 我们有请教育部兼律政部高级政务次长 神隐次长上台和嘉宾们一起合照合影 我们也有请马来西亚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中心执行董事 黄秋云女士 马来西亚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中心董事 及新加坡中华传统文化促进会顾问蔡里旭老师 南洋小学董事主席黄美云主席 南洋小学校长 中卫分校长 马来西亚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中心校长 宋宝兰校长 上台合影 我们也有请马来西亚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中心 学校组总协调 李金华校长 新加坡中华传统文化促进会会长 陈金源校长 新加坡中华传统文化促进会副会长 冯焕豪院长 校长联合会副会长 福传峰校长 华校联合会副会长 福苏鸾校长 华校联合会财政洪文学校校校长 胡春和校长 以及南洋小学董事 赖杰勇先生 上台一起跟嘉宾们合影留念 谢谢 让我们起立 恭送我们的嘉宾 恭送我们的次长 还有蔡理徐老师 离席 让我们再次以最热烈的掌声 感谢我们的嘉宾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